材料清单,小龙虾三斤,葱段一个,生姜四片,蒜拌两个,花椒二十粒,干辣椒五到六个,蒸鱼水至1.5大勺,生抽一大勺,陈醋一小勺,白糖二分之一小勺,盐,按需,白酒料酒一大勺,二大勺,先叫小龙虾用蛋盐水浸泡一到两个小时,目的是清除原来所处环境的隐性污染。 即使是伤犯使用或洗虾本,也能够通过浸泡稀释,最大程度减少危害性,清理小龙虾各分三个步骤,一剪去全部豪足,用眼刷清洗腹部及半壳,二用手粘住尾巴中间那块尾甲,虾断另外出虾肠,三用剪刀剪去头部靠近虾嘴的三分之一,挖出里面的黑色盲状状物虾外,冲洗后沥水,准备好葱段,姜片, 蒜拌,花,椒和干辣椒,是先将蒸鱼取枝,生抽,陈醋,白糖,盐调制成满汁备用,先将花椒立放入油锅中小火炒香,剪出花椒不要,用花椒油爆香葱段,姜片,蒜拌和干辣椒,倒入小龙虾一起翻炒,加入白酒料酒蒸发出酒味,炒至小龙虾变红时,倒入调好的碗汁, 加半碗清水大火煮开,然后将该中火慢用,七分钟使其入味,看餐质略收钢即可乘出,小鞋是小龙虾的清洗,请严格按照此步骤进行,其意义在于,先洗刷不会将脏污淡入体内,最后剪开头部,不愧使虾防流失,用白酒砂深度更高,烹剪的过程一定要慢煮一会儿, 一来可使小龙虾入味,二来可用高温杀死更多的寄生菌,吃得放心,建议控制用盐,因为小龙虾适合做下韭菜,食用量比较大,宁淡物鲜,以免口罩